会和我的朋友们沟通说 哈喽 你觉得中国怎么样 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待在自己家里面 还需要用大写来称呼吗 那请问你跟别人说的时候 都说我的祖国吗 祖国也是个大写 今天继续咱们的吉巴求职专场 海闺女求职大放厥词 现场怒怼张守刚 结果惨遭老板们集体围攻 被怼下台 当然一个人一个人说吗 姚总 我在国外生活15年 我也工作很多年 我也去过很多的面试 如果用刚刚那态度 根本不可能 两分钟就会出来了 或甚至一分钟 被因为是重阳面外 海归变海归 万万没想到 节目已经播出 咱那位张老师 反被喷的体无完肤 求职者啊 名叫莉莉 24岁 高中在新西兰留学了三年 目前呢 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最喜欢的人是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的 喜欢她的英雄双航品 Heroic 是一个写作形式 是一种诗的写作形式 此话一说呢 可把咱张老师听懵了 他怎么不知道 莎士比亚还创造了 英雄双航品呢 是十字行诗吧 I'm It's kind of like 我不是故意的 不你可以不在乎 我无所谓听懂 听不懂 但是你说到 莎士比亚创制的一个文体 叫英雄双航品 不是他创制的 这个是他有写过 但是一般人很少读到过 好家伙 感情还是我们张老师 读的书太少 啊 OK 我没听说过 反正就这样吧 随后呢 咱们略显尴尬的张老师 连忙转移话题 提妹子能不能通俗的概括一下 结果讲了一遍一遍后啊 她又说 这个海闺女在显眉自己 然后我在新西兰待了三年 三年之后才回国 那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哇 中国变化好大 我要是再在新西兰待 我会傻掉的 于是呢 没等人家妹子介绍完 便强行打断 稍等流利 为什么我在和你沟通的时候 我浑身一阵一阵的泛冷呢 之后 有高举民族大义的旗帜 教育妹子 我很少会和我的朋友们沟通说 哈喽 你觉得中国怎么样 因为呢 在她看来 身为一个海龟呀 如今留学归来 待在自己的国家 居然还用中国称呼中国 分明是居心搏测 有重洋媚外的嫌疑 没成想 人家妹子压根不吃你那套 还一脸戏谑的反问等 那请问你跟别人说的时候 都说我的祖国吗 祖国也是个大习 我说我们这 一瞅主持人惊眼了 她又连忙缓和气氛 表示这只是她重视 节目的一种用词而已 我以为在这 要说很书面的语言 这是为什么 我才用敬语的 比如说我跟您称您 结果呢 咱张老师啊 偏是不听 不仅认为妹子 有重洋媚外的嫌疑 还在之后的求职中 夹带着个人情绪 各种引战 吐槽妹子啊 在求职过程中 不仅眼神太过轻蔑 还不尊重自己 对此呀 妹子则一脸淡定的回应 此话一出呢 可把咱张老师给气坏了 毕竟一向在这个节目上 随心所欲的 她可没受过这种鸟气呀 再不说点东西找博 这让她的面子往哪放呢 没错没错 都是人家妹子的错 错在养 没有委屈求全 回怼了您 观众只是假说 灯全灭了吗 你就又愤怒了 我没有愤怒 愤怒的是您 姚总 姚总还是你来问吧 你说我们这里 我们不讨论了 海贵女回国找工作 结果上节目遭针对 惨被张绍刚无脑质问 做过什么工作 在哪做翻译 在什么样的地方 之后啊 她还故意挖坑 把人家妹子 往重央媚外的引 吐槽妹子 一个在国外留学三年的人 回国后 竟然还要选择 自考英语专业 那为什么我们要学语文呢 此话一出 可把单张老师气坏了 吐槽海贵女 不是理解能力不行 听不懂问题 亦或者是自己说的某句话 伤害到了她 才让她说话 如此的具有攻击性 对此啊 人家妹子则表示 问题开始有了攻击性 就是从祖国 那个问题开始 我真的非常不喜欢听 你那样聊 但是您不了解我 我就是 我就是觉得 我的中文太差了 所有才会过读的大学 可三张老师 平时不听呢 非揪着妹子 专业不放 所以你在选大学的时候 选英语 那是因为为了混章文凭 表情也太虚张声势了吧 马上就炸了 呈现出攻击性 心理素质太差 于是啊 咱们接连吃别的张老师 只能强忍怒火 联盟切入正题 当妹子坦言 自己做过翻译 当过老师 如今来求职啊 只是呢 想求一份与文字编辑相关的工作时 他又开始咄咄逼人 三连追问 你做这份工作的优势是什么 文笔还不错 老子转得快 怎么证明自己的文笔还不错 你可以给我出题啊 怎么证明自己的脑子快 刚才老子就很快啊 结果呀 全部回答过后 他又恼羞成怒 把一些过错 归系到人家妹子身上 我很少彻底 对一个求职者失去兴趣 各位请提问 一般的老板们更是强行抱团 集体炮轰妹子 吐槽他呀 学历造假 在国外根本拿不到税后两万的薪资 因为我比较了解华尔街的薪资结构 你能不能跟我讲 那这两万是怎么拿到的 比如说 我有 你确定你是学习顾问 不是课程顾问 我是学习顾问 绝对不是课程顾问 如果一个课程顾问 只拿两万 那在华尔街是个很丢脸的事情 结果呢 一手陈总没怼过 主持人张少刚又再次接过站长 开始人身攻击 拿面相说事 关键啊 人家笑了以后 又吐槽他是在无故发笑 给你提个建议啊 咱们这个场合啊 咱们都微笑一点好不好 什么特别好笑 没有啊 他说让我笑我就笑了 此话一出呢 咱们高傲的张老师 直接被气到心态炸裂 强行逼卖 让妹子啊进入选择环节 我可以解释一下我的理由 陈浩刚才很没有礼貌 包括我批评你 也许让你非常不好接受 我们完全可以用很正常的方式来沟通 我们是一个自由的这个空间 没错没错 这是一个自由的平台 我们能好好说话 可是我们偏不用 但你如果不能好好说话 就是对我们不尊重了 好家伙 双标这词 可算是让你们玩明白了 我很少彻底对一个求职者 失去兴趣 各位请提问 这么惨的求职者 你们见过吗 海归女求职五股遭针队 回怼后竟被强行逼卖 之后呢 主持人更是火通其他老板 玩起了强行淘汰制 对此呀 唯一流灯的姚老板则表示 这是一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不该成为你们群起而公之的理由呀 所以他愿意给妹子一个机会 此话一说啊 立马引来了其他老板不满 这样子进步啊 国外讲了更多支持人 这一定不是中西方的 对国外更是讲 他在国外只待了三年 不能那么惨 他最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是什么呢 就是说凶狠和这个蔑视 零点一秒钟就会变成非常温柔 这太可怕了 咱们的文老板更是吐槽妹子 太假了 这是莉莉你很好 但是你表达出来的是你的动作语言 给人的感觉不好 包括你站在这站姿很有礼仪性 但是给人感觉很假 你很累 大家看着都很累 然而听完老板的指责后啊 妹子表示很委屈 自己被台上的人针对也就算了 台下的人也不理解他 是什么经历导致 你现在认为我们都不理解你 因为刚才有很多的选手 包括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海外海归回来的有很多 但是我觉得我们沟通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我们沟通都没有问题 而那位被贺斥的姚老板 最后也选择了灭灯 这个他现在的态度 我也很难接受的 毫无意外啊 在所有人的围攻下 妹子被强行淘汰下了台 后台采访中的妹子 依旧在哭诉自己受到的委屈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失望 他们觉得我态度有问题 我觉得他们态度才有问题的 为什么忽然下都是我在攻击的 其他人在攻击我 这怎么回事啊 我可以不说了吗 因为我已经很生气了 对此我们的主持人张老师则表示 你知道我不怕什么样的吗 上来之后就把我殴打了一顿 我觉得哇好爽 你知道他让我怕的地方是 就是找不着 随后还不忘举例说明 拿上一位求职者借机暗讽 好家伙 人家妹子呀是来求职的 不是问求职者个人能力如何 非要上来扯国家 扯面部表情 咱家里住海边吧 管得这么宽 最下头的是啥呢 当人家发现自己立场站不住后 还要拿以前的求职者着补 毫无意外 节目播出后 咱们张老师的表现 再次遭到了网友们的质疑 大多数网友都认为啊 妹子的言行并没有什么深究的大错 反倒是咱们张老师 身为一名主持人 不正常 不控场 不调节 反而为了自己舒服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强行带节奏 土磊呢 更是直言 张老师说话 尖酸刻薄 居高临下 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这样的居高临下 这样的道貌岸然 不明让人有一些时光 道错之类 因为啊 在他看来 妹子用中国称呼中国 并没有什么不妥呀 而张之所以全程咄咄逼人 只不过是因为 这个海闺女和以往那些 卑微懦弱的求知者不同啊 他不受控 他遇事本公然回怼 于是他便恼旧程度 想靠拉踩别人着补 全场的评委 包括张绍刚 都想hold住流利 但谁都没有做到 他们所能做的 只有把灯给关了 行使手中的否接权 除了是一种权力之外 他什么都不是 他既不能代表真理 也不能代表风度 更不能代表胜利 最后的最后啊 咱们的张老师 历经晕厥门 和蛇战女海规划 因承受不住 马上选择退出主持戒 回归学校当老师 喜欢视频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加关注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